西伯来书第八章 我们所论述的要点即是 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司祭 他已坐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 在圣所及真会墓里坐臣仆 这会墓是上主而不是人所知他的 凡大司祭都是为奉献贡物和牺牲而立的 因此这一位也必须有所奉献 假使他在地上 他就不必当司祭 因为已有了按法律奉献贡物的司祭 这些人所行的敬礼 只是天上事物的模型与影子 就如梅瑟要制造会墓时 曾获得神士说 要留心 上主说 应一一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事样去做 现今 耶稣已得了一个更卓绝的职份 因为他做了一个更好的 并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的盟约的中宝 如果那第一个盟约是没有缺点的 那么 为第二个就没有余地了 其实天主却指摘以民说 看 十日将到 上主说 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定立新约 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 令他们出离埃及时 与他们的祖先所定立的盟约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守我的盟约 我也就不照管他们了 上主说 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 与以色列定立的盟约 上主说 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 写在他们的心头上 我要做他们的天主 他们要做我的人民 那时 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 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 你要认识上主 因为不论大小 人人都必认识我 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 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一说新的 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了 但凡是旧的和老的 都已临近了灭亡 我认识我 那么不论 我认识我 在这种 节目中 就把先前的 那我们的 都不能再来 这种 都不能再来